所以依照剛剛所講的這些相關的部分 我們大概分成在區域的部分 我們分成三個不同的一個等級 就是H的部分是一個主要的保存區域 它就是在這兩條剛剛講的4的6項 跟4的6項3項的一個主要的一個提示型的空間 另外的部分的話就是周遭的部分 就比較是風貿管制的部分 以及一些部分是可以作為一個 可以拆除或公設的部分的一個空間 下一張 以及我們希望就是整體的未來的發展的時候 不是以各戶的方式來做一個發展 而是我們經過我們的一個觀察跟規劃之後 是分成14個不同的一個區塊 例如這個1-1的區塊 未來可能會作為一個眷村的文化中心 那這個2-2的部分的話 可能是作為一個社會企業的一個進駐的一個空間 下一張 除了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整個公共貢獻的部分的話 就會依照我們剛剛所講的一個小區發展原則 來進行這個整個基幹設施的一個規劃跟整備 下一張 以及它的一個植栽的一個部分的話 就是以這個現有的一個植栽的一個保存為主 對於未來再利用的部分的話 就是希望是有一種眷村武感的一個感官空間 作為一個整體的一個發展的一個可能性 下一張 那我們目前大概定了這五個不同的一個發展的一個主題 包括人設計幾地 那個民族製博物館 文化特色跟體驗 特別是眷村相關的 以及國際客棧民宿以及社區關懷據點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均勻的部分 包括橘色的部分是以眷村為主 那這個人文社區基地是在這個南側的部分 北側的部分的話是以社區主要為主 那這邊有一些溫泉體驗的部分 那這個是呼應就是過去文化局所辦的 Idea Taipei裡面所提的一個發展的一個模式的一個修正版本 那目前的話就執行了所謂105年的一個代管計畫 那這個代管計畫裡面包括一些簡易的一個修繕 以及整圈區的一個保全的一個管理 好,下一張 那未來在今年度的106年的部分的話 希望是能夠施作所謂的基幹設施 以及這個1-1就是我們現在所負責的一個示範區的一個修繕 這個修繕的部分的話希望是能夠回歸到我們所謂的 我們所謂的全區再發展計畫的一個內容 這個是大概是三區的一個發展構想 就是第一區以及1-1的部分 未來可能會有二、三區不同的一個建築師團隊 來進行的執行的一個改善的一個可能性 那這是我們現在第一區的一個部分 那它其實當然最大的特色是有這個復聯會時間 復聯駕型的一個宿舍的一個修繕 下一張 那這個是可能在今年度下半年度會執行的一個 一至二區的一個規劃設計的一個工作 那以及第二區這個比較是以日移的一些宿舍發展出來的一個眷設為主 第三區就是比較緊密 所以它的一個經費也是比較龐大 那我們現在所執行的是一至一的一個部分 那大概它的一個目前的一個構造的一個狀況 好 我們很快的說明一下就是說 因為我們之前有一定的一個基本的一個原則 包括建物的一個保存的一個原則 以及我們這個區域的一個保存原則 好下一張 那所以大概是應用在這個上面的話 就是我們包括我們建築物的一個構造的一個判斷 以及它的一個征鑑年代的一個判斷 好下一張 以及它現在有的一些特別是這個服務性設施的一個位置 那中間有一個蠻大的一個開放空間的部分 那未來的話就希望是能夠把這個開放空間串聯起來 變成一個主要的一個開放空間 那這整體的再利用主要是以所謂的未來的一個整體的管理跟行政中心為主 好下一張 那所以它的一個未來可能會有一些小的部分 比較是已經破敗的部分的一個拆除的一個部分 那完成之後大概是以所謂的行政管理中心 以及一個捐村的咖啡廳 這個是利用這個B洞這個太平間的部分來再利用的一個可能性 然後以及這個所謂的捐村的一個比較是工作室的一個部分的一個整理 那基本上因為一群的這個原則 它基本上它的內部空間是不做調整的 那就是它大概的一個立面的一個狀態 下一張 下一張 所以我們今天的報告就到這邊 謝謝 跟委員還有主席報告嗎 這個主要是大概 因為我們現在一致一期馬上今年要修 所以在修繕之前 依文之法的規定 它要做一個修護的原則的報告 所以今天才做這樣的一個報告 那修護的原則主要還是以照聚落 因為捐村聚落的紋理主要還是它慢慢的成形是長出來的 所以原則上大部分的防射我們都希望能夠照原先的紋理來做保存 那有需要做真的有海沙物或是情況的話 就做材料的召換 那還是照它原先的模式來這個蓋回去 做修建的部分 好 謝謝 如果這樣的話我們安心要多 跟這個報告安心後續的工作 我想 今天是做得非常辛苦 但這個案子我們是保存及再發展計畫 所以我們不要忽略了所謂的再發展 我們很擔心的 我們花那麼多錢去修 修好以後 你要委託人家去去管理 要花多少錢 我想這個是不是能在這個計畫裡面 你把那個經營管理的部分能夠做個分析 將來到底政府還要貼多少錢 每一年將來會貼多少錢 或者你能夠從這裡面做得再發展 我們將來政府即使我們不要付出太多的預算 我想政府現在的預算越來越困難 每年都是不能增值能減 在這種情況下一修好以後 又是一個保護 我想是不是能夠就再發展的部分 經營管理部分做一個比較實際的分析 然後我們才能做出最後 能夠投資多少 謝謝 雖然它跟那個陽明山的三指後不同 可是如果就未來再發展計畫 你會考慮到說相關的infrastructure 不管是Wi-Fi系統 所有這些水 電 或者是電線這種地下化的東西 那因此我建議是說 也許考量到 因為它旁邊的路 它其實有點波度嘛 旁邊路都很窄 它將來可能會面臨到 parking space的區域等等 需要有點綜合的考量 可能跑到區外了 否則真的將來再利用的時候 會面臨很多實際上的問題 或者晚上到13之後大家就會有感覺 就是說 它會有一些經營管理的問題會出現 所以以上補充謝謝 好 謝謝 其他還有沒有 有的資料 請 當委員提那個問題 其實它這個計畫 因為它是13處 就是國軍老舊眷村的13處之一 所以叫國軍老舊眷村 保存去審核辦法 其實它有一個第三條的規定 第三條其實它有六個項目要做 那老師剛剛講的它都要做 包括它的一個在利用的部分 包括它一些基礎設施 還有未來那個經營管理的評估 都要做進去 所以將來還有一個大 比較厚的比較完整的部分 要再報回國防部跟文化部 他們都會審核過以後 這個計畫才算通過 那我們今天主要是修護原則上面 因為一之一區我們要先動 所以跟委員報告 是文治法一之一區的部分 然後先把我們示範區的部分 先做一個報告 大概它的原則是什麼 這樣的話就是 當然兩位委員提到的 就是說在原來的國軍 就在檢報裡面 檢報第二月 第三月就是 那這個將來都會喊話裡面 都會回到這個中央指揮 進來去 我們今天還是針對現在的報告 還是要針對一之一區的原則 還有其他方面的指揮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是不是 反正我覺得我們委員 隨時有看到缺失都歡迎 隨時給文化局來提醒 可以來納入來參考 那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不耽誤大家時間 這當然是不是有尊於非常 那就持續往前走 好 那其他還沒有 沒有 今天議案已經不解釋 那那個 國務委員還沒有什麼 其他的臨時公益 還是說我們要不要說一下 說一下晚上要怎麼樣 再這樣 有時間上去嗎 先幫忙上去 來 請我們說明先 再說一下